接著我們要做的學的是物件順序 當然我們利用椭圓工具 物件先配上色彩 我們會發現越晚畫出來的物件呢 會疊在上方像這樣 藍色是我最後畫出來的 所以我的藍色會把橘色跟綠色給遮住 那想要說我的綠色可以到最上方的話呢 按右鍵找到排列順序 然後請看到這四個快速鍵 能背請你把它背下來 這個右中刮虎跟左中刮虎的話 在Enter的左上角印了一個路跟接字 那你就可以按住Ctrl加右刮虎往上推 然後左刮虎往下推 所以路是往下接是往上 這樣就可以排列順序了 那以他在畫的時候呢 物件很容易就產生很多個 一兩百個都很正常 所以說你在按的時候要很多次 一直按著不要放 然後時間到了他就出來了 就慢慢按 然後你如果更熟悉之後呢 包含這個一次移到最上方的快速鍵 再補上Shift 一次這樣就轉才會快 慢慢熟悉一下這個操作方法 物件順序 willv吧 affect 證明